这样不小心关掉没关系 上面这边也可以点工具箱又出来了 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游标放在大A 其实大A就是标签 所以待会我们要用这一个 放四个就对了 1234用大A 小A小B的话 其实你游标放上去 它叫文字方块 其实就是testbox 然后把它再做四个 最后一个是命令按钮叫commend button 中文意思叫commend 叫命令按钮 所以基本上工具箱里面 只会用到123 其他的暂时还不会用到 但如果你将来你要做比较复杂的表单 包含什么 多选的 跟单选的 还有放图的 其实这上面都可以再加 只是目前我们先不要做那么复杂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 就是让人家可以填 刚刚那个四个问题 OK那怎么做 1我们先用标签 标签的话就这个 大A的 点下去 先拖拉 一个大小 这么大 然后呢 在上面修改它的名称 Label1不对 我们要叫姓名 姓名怎么改 一样嘛 这个上面的字 请你找到caption 一样 跟刚刚那个表单上面 然后这个名称我们叫姓名 把这个字打上去 Enter 不过会有几个问题 怎么样呢 这个字好像太小了 我如果大概要这么大 第二个的话呢 底色的颜色可能要想要变更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有字的大小要变更 那怎么变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点呢 字的大小 字嘛 字这边 英文名称叫Fone 有没有 那它预设的话呢 叫姓姓名 不过旁边 你点这边之后 这边有个小小的按钮 3点 点下去 它会跳一个视窗 字太小 把它改大概18好了 18 目前没动 然后看要不 按确定 字都放大了 稍微把它拉一下 大概这样子 再往里面提一下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字的底色 如果要变的话 底色 刚刚的Black Color 如果它预设现在是绿色 换个颜色好了 换一个浅黄好了 反正这颜色可以变 那字的颜色 如果现在是绿色 如果不写黑色吧 你可以改成什么 前景颜色就Fone Color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调色版红色好了 OK 好 这样姓名就有了 那再来还要做什么呢 其他还有什么 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试考核 另外有三个 对不对 其实我建议 如果它理论上是要再点 然后再拉 再设定 可是问题 其实好像刚刚动作不是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复制贴贴贴贴贴这样就可以 修改里面的Caption就OK了 你说复制贴按右键贴之外 贴你可以这样拿过来 或者另外还有一招 我习惯托拉加上Ctrl键 这样会比较快 有没有 一个 拖拉再加Ctrl键 两个 再拖拉加Ctrl键 三个 有没有 然后再去修改这个 这样子 好像比较快一点点 OK 当然如果你拖拉之后 假如说不是很准确 比如说Y7扭8 而且间距不一 怎么办 很简单 先把这四个一起选起来 做什么呢 上方有个格式 你可以什么 它有个对齐 对齐什么呢 主控向的左元 你可以先对齐一下 另外间距不一 格式里面有什么 垂直 垂直间距怎么样 相等就好 它就全部排整齐 所以如果说将来 假如说你这四个 做出来复制完之后 如果它的位置不OK 你可以把四个一起选起来 然后让它对齐 让它垂直或水平间距调一下 这样它就会变得整整齐齐的 OK 这个蛮重要的 OK 好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这是大A 不要忘记 旁边要做什么 小A小B 拖拉一个 对齁 然后再把这一个怎么样 一样复制 把它那个调一下 看到它两个好像 高度不一 你可以讲 先选 从左边选过来 然后呢 让这两个什么 格式里面对齐 主控向的上缘 主控向的上缘 OK 有没有 它就对齐这条线 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下来 一样 Ctrl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复制之前 它那个 Font的字的大小 好像都9号字 所以你填那个 填性的字太小 这样一样 把它填到18 刚刚是18 所以把它改一下18 好 然后记得 从Font旁边按一下 这边有个小按钮 把它改18 然后利用这个呢 Ctrl 键按住拖拉 一个 Ctrl 键按住拖拉 两个 Ctrl 键按住拖拉 三个 OK 那一样 选这四个 然后格式里面对齐 应该 左圆吧 一一对齐了 然后 垂直间距设为相等 它就OK了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 没有说感觉乱乱乱的 没有排得很正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什么 Ctrl 键按按钮 把它拖拉一下 把上面的名称Caption 改成新增 Enter一下 字的大小一样 有没有 旁边有个小按钮 改成 不用18 14好了 差不多不要太大 OK好 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 最后再把这个表单 稍微调整一下 让它那个 让它这个大小 比较符合 它那个 应该有的位 或者这 这几个也可以把它再移动一下 有没有 全部一起 看你要移到上面一点点 好 这边再把它稍微调一下 看起来就比较 整齐一点 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按一下上面的这个值行 它就跳出来了 可是目前 当然你现在点啊 输入都不会有反应 因为我们现在程式上还没写 写完之后就可以把资料填上 好